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意念三宝功德 观佛念恩 我们在休息皈依时 一定要意念三宝的功德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想要离苦得乐 而开示我们离苦得乐之方法者 最主要的就是佛陀 佛陀为我们开示的如何脱离三恶趣 如何离开轮回 如何成就佛果位 佛所说的这些方法就是我们所说的法报 而实修佛陀所说的法的这些人就称为僧报 佛法说要做供养 要做布施 我们除了依教奉行外 更应该思维 到底做这些供养 布施 是不是真的能对我们产生帮助 佛陀曾经说过 比丘或智者 当善观我语 如念节我经 信受非为敬 因此 一旦了解到法的功德 那么我们对于开示法的佛陀之信心 也会自然地增加 对于修学佛陀教法的深重满的信心 也会增加 自己的善业也会增长 佛在三大阿森奇节中所累积的福质资粮 都是在菩提心摄持之下所累积的 这样所累积的这个闪业 在未成活前都不会换进 善根无尽 当我们生病时 可能为了病好 特别会去做一些法事 焉供 诗诗的善形 这时候 如果我们的动机只是为了求病好的话 一旦病好了 那么所做的这个善业的果报 也就成熟结束了 当然我们还是会希望病好 但是这时候 我们可以再对我们的动机做个调整 也就是把我们的动机从单单求疾病能够赶快痊愈 调整成为了一切有情的毅力都能成败 因此 因此我希望能够成办佛国会 为此我做这些法性 希望疾病痊愈 由于有菩提心的奢侈 你现在所造的这个善业 不会在你病好之后就没有了 会一直延续 会一直延续到你成佛为止 因此所有我们所造的善业 我们都应该回向 我们都应该祈求 回向 以我们所造这个善业 成为能够成办第一一切有情的因 当我们内心一直朝这方面祈求回向 实际上我们自己也会得到好处 再者 当我们在造善业的时候 我们所回向的对象是不分怨亲 也就是希望无论事情是怨 都能够得到名义 我们应该这样想 希望那些不喜欢我的人 我的敌人 他们也能够快乐 虽然这样想 一开始心里会有点不大舒服 可是我们还是要这样去想 如果我们去祈求 回向我们所不喜欢的人 希望他也能够成佛 希望他也能够从烦恼福中解脱 这样子的回向 对我们自己也很有帮助 如果我们只想着 希望我的亲友们都能够获得快乐 都能够得到好处 都能够得到好处 这样想的这个利益 就会变效 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敌人一起想进来 这一定要的 如果你的敌人被关进监狱里面 你应该想 希望他能够从坚毅里出来 这样的祈求回向很重要 安忍庄严 佛陀的身形 之所以如此庄严 是由于过去式 修习安忍度的缘故 佛的三十二相 八十随形号 也是由许许多多的因 累积而成的 佛的色身三十二相 八十随形号 是累积非常广大福德资粮而得到的 而佛的法身 这是累积非常广大的智慧资粮而得到的 因此我们要理解佛的身 包括法身以及色身 之所以如此圆满 使它累积了很多的福德 以及智慧两种资粮 此外佛陀的化身 也会因配合所化众生根基的需要 各性不等 而有不同的变化 一般而言 我们之所以 我们之所以感得受用圆满 是来自于不实度 之所以能获得善的所依 来自于此界 之所以能感得身形庄严 来自于安忍 修忍辱 如果觉得自己长得不帅 是因为过去世没有修忍辱 所以如果想要来世长得很帅 长得庄严的话 现在就要赶紧修安忍 如果自己很容易生气 就要想办法让自己容易生气 如果自己很容易生气 如果自己很容易生气 让自己故意生气的方法就是思维称慧的过患 称慧的过患 有这一辈子就可以现前看到的过患 以及虽然没有办法现前看到 可是依旧存在的那些过患 在此生我们就可以现前的称慧过患有哪些 一 爱生气的人身边不会有很多亲友很好的朋友 二 就算有朋友也常常和朋友合过来 二 常常过正常 现前所没有见到的称慧过患有哪些 一 如来生可能会由于我们这一辈子称心的缘故 而堕入三恶道 二 或即便我们来生并没有投到三恶道而身为人 我们也会长得不好看 一 如来生 habían住在地下 一 如来生日的过患有哪些 一 如来生日的过患 一 如来生日的过患有哪些 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佛经里如此记载 一 我们现在是处于有佛法的时候 可是佛法会日渐衰退 到最后 这个时间会充满着各种疾病 有很多的战争 会使得人的寿命越来越短 而我们人的身形也会越来越小 二 就是在人跟人彼此争斗的时代 弥勒菩萨会以非常庄严的化身 来到这世界 由于弥勒菩萨身形非常庄严 那时候很多人都喜欢弥勒菩萨 就问他 你为什么能够长得如此庄严 三 弥勒菩萨就会看世 我的庄严是来自原路 所以你们彼此之间 不要再互相杀害 再互相生气 四 弥勒菩萨做这样的开示之后 那个时代人们就相信弥勒菩萨所说的话 彼此之间就停止互相伤害 和睦相处 彼此之故 人的寿命就会越来越长 五 这是关于弥勒菩萨的一个典故 有情在弥勒菩萨化身的教法之下 寿命就越来越长 等到人寿八万岁之时 弥勒尊佛会降生来到这个时间 六 弥勒尊佛 就是贤劫第五尊佛 我们在第四尊佛 释迦摩尼的教法语量时 建议对释迦摩尼的教法 做稳私修 即便我们没有在释迦摩尼佛的教法注释之时 得到什么证量 可是到了弥勒尊佛 来到这个事件之时 我们肯定会得到解脱的果位 弥勒菩萨的例子 就是在说修安人的功德 所以修安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如果我们的安人能够越修越进步 扩及身边所有的人 最后可以扩大到整个国家 那就不会有任何的战争了 圣者实现 连圣者菩萨都不会再有生老病死等苦痛了 更何况佛陀 但是有时候佛陀为了要教化弟子的缘故 他会示现出生病的样子 所以佛陀有医生 比如齐婆就是佛陀的医生 如果需要为佛陀做按摩时 医生也会为他按摩 但有人说 生病了不用去看医生了 只要光靠持咒就可以了 我会跟他们说 两个一起做吧 看医生也持咒 连佛陀都有一生 所以还是要去看病 同时也要持咒 两个都要做 如果可以加上放生 施食也够 利益更多众生 病会好得更快 虽然我们都知道 无提心及空阵剑是很有名义的 这是很肯定的事情 我们去观修无提心 的确的确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利益 但是光是观修菩提心 没有去看医生这样不行 如果我们一面观修 如果我们一面观修菩提心 一面去看医生的话 这时候 医生所开给你的药 应该可以产生比较强的力量 今天我们生了病去看医生 看了医生 医生也给了药 这个药对我们病的痊愈 到底有没有效 其实靠医生也要靠我们自己 如果今天医生开给我们药 我们吃了这个药 之所以这个病很好 原因是因为过去生 我们曾经累积了 这个病会痊愈的因与福报 所以靠着医生也要靠自己 同样的倒闭 今天虽然我看了一个医生 这个医生也是一个好医生 可是有可能 我的病不会因此痊愈 为什么 因为我并没有累积过 我的病会痊愈的症婴 因为我看到了这么多医生 我心情愈的痕愈的痱击 我肯定了 我想过来 我心情愈的痂愈 我心情愈的痂愈 我脑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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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上师的指导而当下得见 并且由于他并非可修得或达到的 故他是清静的圆满 除了这个之外 我没有其他可教导的 所以要好好把它放在心中 卡千语 卡千公主 错家佛母请求上师莲华生大士 为上中下根者的利益 开示这三种禅修的教言 她为后世记录下这些教言 由于这些教法并非为了在当时宣扬 错家佛母便将他们藏匿起来 而成为珍贵的地福藏 愿具有页缘的余且士 得遇这些教法 未来当有福报的你们 得遇这些法教时 一 你对建立自信的了悟 也许有如海洋 但人应守护最细微的世俗因果 二 你可能已了解法性 自信的大海 但人应保持不散乱的传修 有如黄金打造的柱子 三 你可能已经了悟广阔心的枉然状态 但人要守护你的三昧耶与戒律 让它们稳定 且无有损坏 四 你可能已经获得 如海般法性自信的疗症 但人要敬重崇高的上师众 有如你头上的冠冕 五 你慈爱的心 也许没有偏思 但人应满足你的伴侣 与所有法友的愿望 六 你也许已经看见 佛与一切众生的平等性 但人应避免如毒药般的食不善业 与其果报